牧羊 在那一片地方啊 可以说也没什么特殊的想法 卫青就这么一个人孤独的生活着 这岁月就跟羊毛似的 长了就割长 就割割了又长割了又长 孤独的孩子就这样 在善良的羊群当中长大了 多年以后突然有人上山 看到满坡的羊群当中 站着一只安静的狮子 再定睛一瞧 原来那是一个未安的男人 那个男人就是卫青 卫青长大了 岁月没有使他变成一头羊 而是一头狮子 一个真正的男爷们 狮子牧羊 那是一个什么样可怕的情景 有一天哪 有一个会算命的囚徒 和卫青遇到一块去 这囚徒呢 端上了卫青半天 然后说兄弟 你命中注定是个贵人 你相信我 将来你肯定能被封侯啊 要想封侯 就得当大将军建功立业 先当奴隶 后当将军 卫青乐似乎啊 这没听说过有这么好的事情 微微的高山 茫茫的山坡 卫青没听说过 先奴隶后将军的故事 但是不等于这个非理性命题 不能成为现实 卫青通往将军的路上 向他提供第一个可能的人 是平阳公主 为什么呢 因为长大了之后的卫青啊 那说实在 一表人才 长得用咱们的话 是特别滑腾 特别的潇洒 的倜傻 风流 是吧 也不知怎么 就被平阳公主看上了 就把平阳公主 照来当骑奴 这个骑奴 是什么就是牵马的 也是奴啊 但是总比牧羊好多了 没有风吹雨打 也没有什么 前不见古人 后见来者的苍茫感 在这呢 卫青不但是衣食温暖 而且学会了必须的礼仪 用鲁迅的话来说是什么 就是以前做奴都做不稳 现在那可稳多了 然而命运的游戏 不过刚刚才开始 魏子夫受宠以后 卫青改姓不换名 跟随姐姐入了宫 刘彻也给他这 未来的小舅子 安排了一工作 在建章宫当差 满眼繁华的长安城 不全都是杜奇尔和势利图 在家靠牧羊 出门靠朋友啊 在这儿魏青还结交了 一个肝胆相照的朋友 谁呀 公孙敖 受狱精而风不止 当魏青刚刚告别惨痛 才踏上了吃小坑的路的时候 这时候刘嫖公主的 恶爪又伸向她了 真是个苦孩子啊 魏子夫还有一个 同胞的哥哥和两个姐姐 可刘嫖呢 偏偏就丑上魏青了 哎呀 这刘嫖心想 你不是魏子夫能把 我麻娇的位置给挤下来吗 行 我就拿你这弟弟 开个刀寄几些 这时候刘嫖呢 就把魏青给抓起来 准备开刀寄些 然而就在这时候 就跟放电影似的 是位奇狼的公孙敖出现了 当时公孙敖 听说刘嫖要对魏青 下毒手的时候啊 脑中立刻闪过一念头 抢人呐 为什么 实事危急 你傻滑那去告状 太后人告状不好使 报警不好使 来不及了 无效 唯有突击抢人 这是最快的办法 于是公孙敖 纠集了一帮生死朋友 一番密谋裁点以后 就以突袭之事 冲进了囚禁所 将魏青解救出来 魏青一看公孙敖 拍肩膀 哥们太感谢你了 你这大恩大德 我会记在心里 公孙敖拍肥青肩膀 哥们别客气 这是咱们应该做的 以后记着 有困难就找我公孙敖 魏青和公孙敖 这就算是紧紧的 走到了一起 一旦说两人走 往一块一走 魏青就没想着 要把公孙敖松开 他会永远报答 眼前这个意气冲天的硬汗 然而刘朴准备 诛杀魏青的消息 还是不静而走了 诛魏青就是想给魏子夫 点颜色瞧瞧 教训魏子夫 摆明了就是不给刘彻面子 那刘彻能不怒吗 你刘朴想拿魏青 来计你的旗 你想干什么呀 你这么不给我面子 好我已经忍了很久了 马上刘彻做了一件 相当刺激刘朴的事 你不要杀魏青吧 来魏青来 建章宫总管 从今天开始就是你的了 同时兼为皇帝侍从官 再接着 刘彻将魏子夫 所有兄弟子们 从去全部都召来了 疯的疯赏的赏 连好人公孙敖也沾了光 更可怕的是 刘彻已经对陈阿娇 彻底绝望了 完了 陈阿娇怨父梦 就差那么一句话了 当然了 建元二年的时候呢 也并不是说这段时间 只有他们这几个人在这斗 汉朝还发生了另外一件大事 当时诸多大臣纷纷上书 替某个人喊冤 这个某人呢 就是被刘起诸杀的朝措 当年刘起诸杀朝措之后啊 有人将这个得失啊 跟刘起这么一分析 老人家早就肠子悔青了 不过人都已经砍了 死人不能复生 这事又是他和元昂 密室阴谋使出来的 想昭示天下 说实在的刘起脸面上难看的 过不去啊 没想到事隔多年 就是重提被大臣炒的热火朝天 事实上汉朝臣子们 并非是心血来朝 无聊犯案的 在那帮人看来 朝措代表汉朝改良的良心 如此忠臣舍生忘死 就国家设计于水火之际 竟然被暗箭亡命 实属蒙了政治大冤呢 所以他们一直认为 诸侯就是个祸根 他们既然能做得出一 为什么中央做不到十五啊 于是他们就把矛头 直接对准了诸侯 我咱们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啊 这个时候那些诸侯啊 已经不是当初造反的那帮诸侯了 刘起平反七国之乱之后 早就清理门户 把自己十三个儿子 全部封为诸侯王了 所以说杀朝措 全部关他们的事 跟他们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但是中央大臣们就不这么看了 反正你们就是诸侯 那既然是诸侯都一路祸色 所以他们决定好好修理修理 这帮上不成气候的诸侯 替朝措出出气儿 同时也替自己解解后顾之忧 那么怎么修理呢 这也是个技术问题 也是个艺术问题 很不好下手的 我认为有些政治斗争啊 必须是技术和艺术双管齐下 有些时候根本就不用那么多废话 哎不要说艺术 甚至连技术含量都一并省 当然前者的前提呢 是两方力量均衡 后者的前提呢 是必须占有绝对优势 时过境迁 在如今的汉朝中央啊 和诸侯势力相比呢 战友绝对优势 过去呢 朝措一个人在战斗 现在呢 这是一帮人在奋战 汉朝这帮高官决定 将朝措的削弱诸侯方针贯彻到底 在这里他们找出两个 对付诸侯的办法 一个是朝措已经使用过的 那就是设法找茬 是吧 你不是在这没事干吗 哎我就给你找点事干 找点事干呢 你一做事就容易出错 我就给你找点茬 另外呢 将诸侯属下大臣都抓起来 哎乱殴乱打 皮特啪叉这么一顿打 问说你看看 这边说我这个没有迹象 打皮拔了一顿打 打完中有没有啊 直到打服了为止 哎我君主有不贵迹象 好嘞你就是证词 这下的诸侯们呢 就跟那过街老鼠似的 人人自卫啊 他们都不知道过了今天 明天会不会有倒霉的事 降临到自己头上了 那怎么办呢 就这么束手待毙吗 那当然也不是了 朝措是冤死的没错 那诸侯也是被冤打的呀 他们都能替朝措申冤 难道诸侯们就不能替自己申冤吗 要申冤可不是所有诸侯 都带着眼泪一起用向 长安向刘彻哭丧来 那不好 唯一的办法就是派代表 前往长安向刘彻做个说明 很快的 他们选出了四个代表 分别是代王刘登 长沙王刘发 中山王刘胜 纪川王刘明 四个人当中首席发言人 中山王刘胜 其中长沙王刘发和中山王刘胜啊 分别是刘启和唐夫人 以及贾夫人的爱情接近 建言三年冬天十月 按惯例呢 十月是诸侯们集体到长安请朝的日子 一的早 中山王刘胜已经跟其他三个打招呼了 咱们一起进去 当他们四个人到达长安之后 一惯例 刘彻必须呢 设宴洗尘 这深渊的机会就来了 哎 你看在宴会上 歌舞升平啊 一拍暖融融的样子 然而当刘彻和四个人一份 推杯换展之后呢 突然的中山王刘胜的眼泪 啪嗒啪嗒就掉下来了 哎呀 尽管说兄弟难得一见 但也不至于感动的欺负成生啊 刘彻一瞅 这事儿不对呀 就很奇怪 兄弟 谁欺负你了吗 你怎么这么悲伤 你哭什么呀 刘胜说 又为陛下 您是不知道我 我这难受啊 肯定是有人欺负我了 要不然大过年了 我跟你这儿哭什么丧啊 是不是 哎呀 刘彻敢点问 那谁欺负你了 你直说吗 刘胜说 陛下呀 按辈分来说 陛下您应该称我为兄 作为兄长 有些话记得我心里可很久了 现在这不得不说了 老人说 陛下 不仅仅是我一人受欺负啊 你问问在座这几诸侯 倒都是受害者呀 哎 当然欺负我的人 不是陛下您啊 陛下您对我们哪 真没得说 而是陛下您身边那帮大臣们 他们抓我的臣 虐我的情 弱我的志 长得我们个个人 都像漂于尘埃当中的红毛 连个基本的安全感都没有啊 刘彻的听着心里边一颤吃惊的说 有这么严重吗 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 刘胜感叹 陛下呀 如果您不信 你问问在座的各位诸侯 你看看他们是怎么被中央那帮人 整得不成样子的 刘彻似有所解 怜悯之情 悠然而生 点点头 说不必问了 这事你说了 我心里就有底了 在这我负责任的告诉你们 下次不会再发生这种事 果然刘胜等人退朝以后 刘彻即将有关部门头头请来 吩咐一番 怎么回事啊 你们为什么这么干呢 当初对你发难的人不是我这帮兄弟啊 反正您名声是不是朝错 我们已经给平了反了 扯平了反了 干什么 揪着我这帮兄弟们不撒手啊 中央大臣们和诸侯们的这个恩怨 这算是扯平了 可是还有一个人没跟中央扯完呢 这个人就是当初首发作难的 刘彼之子刘居 刘彼怎么死的呀 被朝错给整死的呀 刘彼逃了冬月帝 被冬月王干掉的呀 哎于是呢 这刘彼啊就从此将冬月王狠到骨子里了 是不是啊 你朝错射的计啊 你这边刘冬月王就为了跟中央走近 好你家伙你把我爸给杀了 那那行啊 现在这报仇的机会可到了 想报仇 光有一枪激情呢 当然是不够的 然而呢 刘彼之所以能喊出复仇两个字 肯定是找了靠山 这个靠山是谁啊 这个靠山就是敏月王 刘彼说服敏月王之后 他也同意出兵替刘彼出气 准备攻打冬月 于是来打的冬月王 只好向汉朝天子求救 该不该救冬月王 怎么救 不能是刘彻一个人说了算 于是呢 刘彻召集了一帮人上讨计策 其中在座呢 就有被窦太后修得太尉田坟 刘彻首先就问田坟 哎呀 这你对敏月 攻打冬月 你说这事 你有什么看法啊 田坟臭了臭 阅人之间互相殴打 那是习以为常之事 才说的 那一代蛮荒之地 自秦朝以来 就属于中央的气地 我们何必为他们劳兵伤身呢 田坟说完 刘彻保持沉默 等待其他人的意见 马上就一人站出来 发表了一番反对天坟 见死不交的意见 此人严柱是严谤 严柱本来叫庄柱 未必汉名帝刘庄慧 后人呢 只好委屈他 叫他严柱 严柱是会计无人 其父庄继呢 曾经是当初刘武门下 一个慈父闻名的一个畅客 严柱继承了他父亲的才华 所以两年前呢 刘彻举贤财的时候啊 严柱成绩名列前茅 第一个受到刘彻的重用家官 严柱是怎么反驳天坟的呢 严柱是这么说的 说救不救人 不是看别的什么 而是看自己有没有能力 如果自己有能力 救人凭什么不救呢 救勤视阅地为气地 那是他们无能 他们连自己的咸阳城都管不住 哪有精力去管别人的事 现在小国东越向我们求救 我们不救他 那谁来救呢 如果我们不救 我们又凭什么德望 万国臣服呢 严柱这番话 刘彻是严柱统议 对呀 我想让万邦来朝 我得有德望啊 救人是小 政治力大呀 以小力换取大政治前途 那不就是刘彻想做的吗 你再说了 人家东越替汉朝砍了刘弊 这也是他该打的根本原因呢 所以发兵救救人家 就算还人家人去了 同时也是给小弟撑腰打圈 如果是不闻不问 那以后谁愿意替你刨盆打杂啊 给你刨盆打杂 什么好处都没有谁干呢 刘彻开始发表看法了 咱家田太尉不足以气 我决定发兵救东越 不过有一点注意啊 我刚登机 我可不想动用虎符调兵 那那会儿都知道 军队争调必须有虎符 管你夺到的官 武将只认虎符不认人 所以当初刘邦屡夺韩信之帅的时候 第一件事就是跑到他的办公室去 把虎符和帅印给抢下来 现在刘彻既然想发兵 又不想动用虎符 他到底有什么顾虑啊 这个顾虑啊 当然指的就是窦太后 窦太后还没死 国家战争这等事 必须得他点头才行 可问题是刘彻 我现在很不想见到这老太婆子 能少求他一事 就少求他一事 反正呢 他活不成了 只要他伸了腿 登了天 刘彻就可以解放了 牛虎符没关系 刘彻还是可以动用捷的 他把调兵攻打 动约的任务就交给了严柱了 从道理上讲呢 有捷无符 那也是不符合规矩的 是不是 为什么叫符合符合呢 你两块符你得对起来 这才能叫符合 对不对 那怎么叫符合呢 对不对 所以能不能调动的了兵 就要考考严柱的政治智慧了 现在光有劫没有符 这俩对不起来 他不符合呀 是不是 严柱是此次要调的呢 是会计军的驻军 果然当他持劫来的吴军之后呢 会计军手叫他办理手续 交出虎符 这虎符是怎么回事 跟大家说一下啊 皇帝手里有半块 这个部队手里有半块 但是为什么 咱刚才讲叫符合呢 这符能合在一起了 这部队就能调的走了 这叫符合就跟一个钥匙一锁 是一回事 严柱就告诉对方 说皇上刚即位啊 说不想动用虎符 只让我持劫前来 请体谅陛下的难处 通融一下 这会计军手一听乐了 什么叫通融啊 你以为这小孩子玩家家的啊 你以为是跑官卖官的啊 还通融 这是战争大事 能当儿戏吗 废话少说 没虎符 休想调走一个兵啊 严柱早就知道会出这事 然而杰就摆在郡守面前 郡守不给这个杰的面子 就是不给刘彻的面子 那既然皇帝的面子都不给了 那凭什么皇帝还要给他面子呢 严柱当即抓起一丝码 就咔嚓一刀卡了 并且吓唬郡守 不发兵 丝码的下场就是你的下场 会计郡守那么一听 俩腿哭腾软了 只好发兵渡海去救人去 可是当汉朝的船呢 还没上岸呢 就有消息传来了 敏运王撤兵了 架子还没摆好 让人闻风落跑 大汉果然凶风 尽管敏运王撤兵 东越王仍然觉得 东越之地不甚安全 于是呢 他向刘彻上述请求 举全国人民前往中原 很快刘彻也同意了 来来来都来都来 这是好事 他们被安置在了 长江和淮河之间的平原地带 到此为止 朝错平反之风波 这就算是做了一个了结了 公元前138年 刘彻这算是19岁了 这个年纪啊 用咱们现在人的话说 就是叛逆的事情 你窦太后 刘嫖 陈阿娇 王美人 王皇后这时候 王太后啊 等等等等 这些人是 或事啊 就跟乱麻似的 再加上魏子夫啊 这些等等 无休无止 就这么纠缠到一块来了 于是呢 就在这一年 郁闷已久的刘彻 做出了一个 极不寻常的叛逆行为 公元前138年 刘彻19岁 这个年纪 用现代人话说啊 叛逆期 窦太后 刘嫖 陈阿娇 等等等等 这些个人或事 就跟乱麻似的 无休无止的呀 缠在刘彻的身上 于是呢 就在这一年 郁闷已久的刘彻 做出了一个 极不寻常的叛逆行为 干什么呀 离家出走 离家出走啊 是咱们老百姓的教法 在他们皇家来看的 这叫什么呢 这玩意叫微服私房 然而刘彻微服出行啊 不是探视民情 纯粹就是贪玩 哎 过一把自由饮 真的哎 他这个皇帝 当的一点都不爽 是吧 心中苦闷了 憋得太久了 刘彻纠集了一帮 年轻的玩伴 哎 准备秘密行动 路线咱们走 到哪集合 以什么名号亮相 他们已经拿出一套 得意的方案 终于在一天夜里 刘彻及年轻的适者们 约定在店门外会合 趁夜出发 刘彻向外打出的名号 是什么呢 平阳侯 平阳侯就是刘彻的姐夫 平阳公主的老公大人 跑了一夜天快亮的时候 众人抵达南山 哎呀年轻真好 一夜的跋涉奔跑 竟然毫无倦怠之意 刘彻呢 是个儒家学生 儒家学生必须要掌握 六种基本技能 礼 乐 射 玉 书 术 是吧 礼就礼节嘛 乐 音乐 射 射箭的技术 玉 驾车 马车的技术 书 书 法 书 算法 算数 在这六亿当中啊 我相信学生们最喜欢的 理下两门功课 一个是射 一个是玉 就是射箭和驾马车 开车嘛 现在这玩意儿也是嘛 对不对 小男爷们都喜欢开车 是不是 对刘彻是19岁的小伙子来说 骑马打猎 那不仅仅呢 是说这个温习功课呀 那更是充分表现 男人野性雄资的机会 钟南山脚下空气清新 气人心扉 自由的日子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惬意 于是他们就像出笼的野兽 刘彻决定 就在南山脚底下进行围猎 刘彻等人犹如出笼之野兽 爱呼吼着舍鹿竹虎赶兔 乱马奔腾践踏 田野庄稼 仿佛那是他们家自己种的一样 全不当回事 然而就在这时候 有人有意见 这帮有意见的人是谁呀 当然是南山脚下的 农民伯伯和叔叔们的 除恨着当我汉地和下图 谁知盘中餐历历皆辛苦啊 这满野满山的庄稼 都是他们会汉如雨的劳动果实 你们这一帮啊 不知道从哪来的野孩子 骑着咔嚓给我踩成这模样 我不笑你啊 于是农民伯伯叔叔们全跑出来 站在田径上 恶语问候了刘彻一行人的 父母及爷爷奶奶 农民们的恶骂声 马上传到了县里 有两个县太爷 火气冲天来了 啊 敢到我们县里 同样欺负人来了 拉了两队民兵 就向刘彻扑来 他们已经知道 这个践踏庄稼的人 就是平阳侯 平阳侯就能胡作非为吗 于是两个县令 来到刘彻面前 大声的傍合 都给我拉下点 哇 好大的口气啊 刘彻那帮兄弟们一听就怒了 就算是平阳侯 你也敢骂 你太不给黄的面子了吧 于是有几个少年人 力气吃面就要抽对方 光脚不怕穿鞋呢 穿布哪怕穿丑呢 两位心灵一看家属 哇 怎么着 立马腰起来了 来来来 把这帮那部部队 好歹的棍打下 把小毛孩子毛都没掌权 怎么回事呢 得了 这下子玩笑开大了 围猎的刘彻 被民兵们团团围住 也成了亡中的猎物了 他毕竟不是带重兵出来 身边就那么三五个 是不是顶多带个十几二十个 平时跟他一起玩的孩子 当两个县呢 也准备拉刘彻一行人 回衙门的时候 这时候刘彻呀 只好亮出了皇帝的心物 结果呢 这两个县的爷爷一看 哇 原来是陛下亲自打脸来的呀 所有人呢 非常的吃惊 又吃惊又兴奋 就看着刘彻 诸位 不好意思啊 这么着 我呢就是出来透透气 没想到呢 把你们庄家踩坏了 这么着 踩坏多少 你们报个数 我 多少钱我赔 你还行吧 那还不行吧 皇帝都说赔了 那就赔吧 交了罚单 刘彻只好收马离开中南山 这个时候 刘彻又做出了一个 让人意外的决定 那既然咱们都出来了 那咱们就一次封个钩 以后指不定有没有这机会呢 于是他没有折回长安 而是朝长安相反的方向往前跑 青春的叛逆啊 从来就是不讲道理的 此次刘彻率领手下这帮的少年人 离开了陕西境内 向着河南方向漫游而去 在一天夜里不知不觉的 就到了白谷 白谷呢 就是今天河南领宝县西边 这个地方距离长安 航空距离多少 180公里 也就是咱们 为什么叫航空距离 就直线的啊 夜已经很深了 刘彻和少年人们找了一家旅馆 准备在白谷住去 那时候经济不发达呀 能开着起旅馆的人实在是不多 所以能开着起旅馆的老板 那也算是小有成就了 可没想到的是 当刘彻准备投诉的时候 旅馆老板拒绝了 没什么 老板之所以拒绝啊 是因为凭着多年开店的经验 看出刘彻带着这帮傲慢无礼的人呐 不是什么好鸟 很像是盗贼绑匪 深静半夜 人家又不是不给钱 哎 竟然不给投诉 太伤尊严了 况且嘛 投诉的人不是什么江湖浪客 就算看不出是大汉天子 也能看出他们是一帮公子哥 关键问题是 你们这帮公子哥 太像流氓弟子了 于是少年们一听 怎么回事 不纳客 立即把老板给围起来 大声吆喝 你怎么回事啊 还不接待我们 赶紧给老板上茶 你以为老子吓大的吗 旅馆老板把上眼 拿出一副牛皮红红的样子 大声的叫 我们这家店没有茶 只有人尿 哎 见过抬杠没见过这么抬杠吧 牛实在是太牛了 就在这个时候 老板娘念行事不对 立即跑来赔礼道歉 各位客官 不好意思 请里边坐 茶水来 老板娘把老板推开 给客人开了房间 然而当老板娘 伺候好客人之后 突然发现 他老公不见了 不一会儿 老板回来了 当然了 老板不是一个人回来的 背后还跟着一帮 持棍拿刀的少年 这帮人是老板 到镇上拉回来的 老板决定 等流车一行人 酣睡之时 趁机向他眼中的这群盗匪 发击攻击 为民除害 老板娘一看 吓出一身冷汗了呀 他对自己老公说 得得得 我告诉你当家的 我看这帮客人不同寻常啊 而且他们戒备森严 不可轻易动手杀人 老板一听怒了 说了什么话 敢到咱们地盘上撒野 谁怕谁啊 杀的就是这帮亡命之徒 于是他决定 今晚一定要替天行道 清除匪道 这大祸可真要来 可如果真出人命啊 估计不是开不开店的问题了 估计全家的 包括酒族十族的人头都不饱了 老板娘劝阻不行 又生一计 立即摆出好酒 招待老公带来的这帮兄弟们 说道 那大家既然想行大事 先喝几碗壮行酒呗 酒是好东西 喝酒能壮胆呢 兄弟们一看有好酒 端上来就喝呀 咕蹲咕蹲往下喝 老板娘负责劝酒 三劝两劝 哎 一下子全都睡着了 老板娘拼命地劝 是把男人们拼命地喝 结果呢 都被灌醉了 老板娘马上把绳子绑住自家的醉酒的男人 向兄弟们宣布 告诉你们啊 酒你们也喝够了 是不是 谁想杀人 先从老娘身上踩个去 众人一看得了 领头都不在了 我们不过就是过来凑热闹的 咱酒也喝了 是不是饭也吃了 得了咱们回去 都照不照了 刘彻可不是傻瓜呀 店里的杀气腾腾的一幕 早把他们给惊醒了 然而聪明的老板娘马上放水杀鸡 将刘彻一行人再请出来喝酒道歉 将内情一一道书 众人一听也是唏嘘无疑啊 如果真看你下来死伤不定 那真是惹祸了 因为差点惹祸玩性大前 第二天刘彻决定打马恢复 回到长安之后 刘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将救他的老板娘 赵来赐值千金 同时也将那个豪气甘云的男人 就是那个差点砍了刘彻的男人 赵来拜为宇宇林郎 为什么拜他宇林郎呢 因为他是要为民除害 刘彻乘性出猎 拜姓而归 尽管花了千金拜了一羽林郎 但是他就长了教训 那就是猎啊 可以继续打 但是呢 不能再住私人旅馆了 那样呢 实在是太危险了 那不住旅馆住哪呢 刘彻是这么想的 我呀 派人沿路秘密设立旅设 但是立马刘彻又觉得 这设想不甚理想 第一路太远 跑一趟实在辛苦 第二跑得越远 危险系数越高 你再者沿路都是百姓的农天 见他一次 民怨就来一次 悲伤不体恤民情的罪名 那不好受的呀 第三 这宫里边不是还住的一个老不死豆太后 和一个厉害的王太后吗 如果万一假如被他们知道 他私自出门打猎了 那哈家伙 那麻烦就打了 哎呀 那怎么办呢 其实也很好办 既然想安全又想惬意 又不必受拘束 那就在皇家后花园上离院打猎呗 哎 这是个好主意 然而刘舍又前上离院范围太小玩的不爽 哎 还没跑出那多远呢 到头呢 于是他就冒出一个念头 不如说我就扩建上离院 打通沿路阻隔 直通中南山 你看怎么样 说实在的啊 这真是一个疯狂 一个奢侈的想法 要想连接天然猎场 然后到中南山 那必须进行一场浩大的圈地运动啊 不仅仅是圈地呢 哎 各位朋友们 咱们现在也经常遇到这问题 什么东西啊 搬签哪 对不对 你拆签工作不好做呀 要完成这么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程 那是考人智慧的一件事情啊 是吧 那么 这么考人智慧的事 谁能干成呢 刘彻相信 有一个人可以向这件事办成 这个人 就是 于秋寿王 于秋寿王 河北寒南人 善于慈父 曾拜董中 书为师学过春秋 是为太中大夫 当然了 要让于秋寿王这么一个中级国武官 去完成这项巨大工程 那说实在的 不太靠谱 所以呢 刘彻啊 将首都长安警备区司令啊 就是中卫 呃 北长安市长 左内使 首都长安特别市长 右内使 当人呢 都照来好好打招呼 哎 呃 让他们配合于秋寿王的工作 呃 呈 拥抱辖区内的农田 动员农民搬迁 有人配合于秋寿王的工作就好开展了 不仅于秋寿王将一份调查报告递交上来 认为扩建商员可行 刘车一听 洗上眉头 准备动工 然而就在这时候 有人站出来说话了 这个人是谁啊 这个人正是被后人称之为 至盛的 东方朔 东方朔 自曼谦 平原厌此人 就是咱们今天山东惠民人 特长 强文搏击 朱子杂书无所不通 当然了 如果没两码刷的东方朔也是不敢吹 最开始刘车发出布告 招天下之贤良 于是东方朔呢 也闻声从齐国赶来参加面试 那既然是来求职抢饭晚来了 那就得来点奇招啊 东方朔之奇招 就是写了一篇超长的策论 那个时候还没发明纸呢 策论只能写在竹简上 据斯马仙介绍 东方朔此篇策论 约花掉多少呢 三千片竹简 三千片竹简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我们不用将它转换成纸章 了解一二的 你猜这篇策论 刘车花多少时间念完的呢 刘车呢 是花了足足两个月的时间 就那两个月啊 刘车天天的读 读到哪就做个记号 第二天咱是起来继续读 而且刘车不是一个人在奋斗 仅靠他一个人 是无法将策论翻出来的 必须啊 要两个力气充足的人 才能撑起来 写超长超重的策论 这不仅是东方朔的特长 东方朔写那封求知信 也是千古奇闻的 在这里呢 为了满足部分朋友的好奇心 我们还是把它搬出来 咱们大体呢 来想说说这个意思啊 咱不全说 是吧 大体的说一说 东方朔怎么写的呢 说我东方朔年幼时轻 由凶嫂抚养成人 十三岁学书勤奋好学 三个冬天读文史 足够一生使用 十岁学基建 十六岁学诗书 读了二十二万字 十九岁学松武兵法 熟悉使用各种兵器 以及阵法 刀枪剑底腐为够差 拐子流行什么都会 打约此方面的文字 约有二十二万字 起来的就是四十四万字 是吧 合起来 除此之外 我性格豪爽 众益首诺 简直就是子鹿再生啊 今年的我二十二了 身高两米一 九尺三寸嘛 当然这是有误差的啊 谁赏我眼 都说我双目有神 是吧 灿若明珠 谁看我牙 都说我牙齿 洁白整齐 仿若贝壳 还有啊 勇若梦奔 杰若庆极 怜若暴树 信若未生 像我这样的人 够个当年天子大臣吧 得了 咱们别吹了 再吹恐怕老天 都要被吹破了 然而呢 世间不缺吹牛的人 缺的正是可爱的吹牛的人 刘彻一看 哎呦 也太好玩了 好一个山东吹牛大汉 你不服还不行 哎呀 这个牛吹的真是好玩 于是刘彻呢 就将东方说给留下来了 并且马上呢 给他安排了工作 你猜人家给东方制胜 安排了什么好工作呀 嘿嘿 刘彻给他安排了个职位呀 公车府当中的一小职员 公车府是干什么的呀 搞接待的 啊 就是现在那个新房办 陈民尚书 或者皇帝征召的活 全是他们单位负责 哎 东方说人高马大呀 哪好能啃呢 能啃会吹呀 搞接待 那太对口了 然而东方说 是怎么评价这份工作呢 失望 非常的失望 你首先这活就是 跑腿的活 没油水捞海算了 工资还特别低 其次这活整天没日没夜的干 连皇上都见不着一面 这种长期不面胜的这种工作 能有什么前途啊 你得在皇帝面前混个脸的时候 你才能有提升的机会呀 对不对 所以呢 失望之余 东方说还相当的郁闷 为什么 因为读了这么多圣仙书 竟然还混饱肚子 实在是太掉价了 那个青春的 就跟流水一样 往东走了 一去不复返了 难道我东方说 一辈子当个接待员 像老牛赖窝一样 老死在这个岗位上吧